老实说我一直以来都很好奇 如果把辣酱弄成冰淇淋的话 那它到底还会不会辣 像如果韩国辣面的酱料变成冰淇淋的话 变炒冰的话 它究竟还会不会辣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介绍 没错 Spicy Home 又回来了 Oh my god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Coldy 大家知道炒冰吧 就是那个冰冰凉凉 在泰国很有名 之前奉命全FB 你的FB首位大概都会出现的泰式炒冰 对 就是这个 那么大家都知道 马来西亚有四个季节嘛 蛤 你不知道马来西亚有四个季节 You serious 有没有搞错啊你 热 很热 非常热 超级热 是不是四个季节 所以在这样炎热的天气 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没错 就想吃冰淇淋嘛 又这么刚好 马云早两天打给我 啊 你看 又打来了 啊 马云 什么 啊 我知道 你家你旗下的 阿里巴巴的旗下的天猫 想要找我打广告吗 诶 我说马云 你都穿这样多了 还要打广告 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个人认为 他们不是真的觉得我的影片好看 早夜配纯粹只是因为 我长得可爱 嗯 肯定是这样没错 所以今天 我们就要来开箱 不用插电的 炒冰机 其实这个炒冰机在炒冰之前 需要先放进冰箱 冰个大概8到12个小时 所以 耶 等我一下 不用插电的炒冰机 不用插电 只是这样子就可以制作炒冰 很神奇是不是 不要问我 为什么是粉红色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 感觉最近身边出现很多粉红色的东西 大家都快要误会我了 这边后面有写 冰淇淋 冰淇淋炒冰机 它现在整个是冰冰的 因为它已经放在冰箱里面冰了好一阵子 它有附送一个这个叫什么 铲子 我们马上来开始制作炒冰 我本身是一个很爱吃冰的人 所以我还蛮想制作很多很多不同口味的炒冰 但是在我制作其他水果口味的炒冰之前 我想要来试看用 安慕西希腊好酸奶 浓浓的 超好喝 我没有再把安慕西业配 我这个业配是阿里巴巴的甜吗 不是安慕西 我们先来试试看用安慕西希腊好酸奶 炒个冰 看能不能顺利的把冰给炒出来 首先想要先把这个拿起来 它的这个 零碎盖 然后它的 哦呦 手会黏着耶 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做这种傻事比较好 把安慕西 倒下去制作成炒冰 我本身是一个超级爱 非常爱安慕西的人 我很喜欢喝 但是我更喜欢它变成冰的样子 我觉得很爽 今天就来试试看用这个炒冰机 看能不能把安慕西炒成冰 我先这样倒 Oh my god 是统统放屁的声音耶 是要这样 放太多了 反正我只剩我一个人吃饱了 反正我只剩我一个人吃饱了 Oh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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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no joke man Oh shit Oh my god 为什么它不能卷成 为什么它不可以卷起来啊 是因为我放太多吗 至少它真的结成冰了 本来以为它可以卷成像那个 真正的泰国炒冰的样子 但是它就变成像这样子 一片一片了 我来try一下 阿慕西西辣酸奶的炒冰 好吃耶 不看得到真的好吃 我们再做一次 我想要把它做成 好像泰国的那种 捡起来的炒冰 我看他们炒都是这样炒 泰国的炒冰 我真的没有炒冰的技术耶 果然我还是只适合负责吃呢 我手一点酸 我真的很认真的在做耶 我觉得很好玩耶这个东西 OK 我觉得我有信心 这是它应该可以卷得起来 哇 这样又失败了 诶 果然又失败了 我觉得是我技术不到家啦 结果它还是变成这样 我们就不要再纠结那个 卷不卷 圆不圆形了 我们直接来开始制作 水果炒冰 基本上我其实准备了 很多种不同的饮料 比如这种酸奶 因为其实炒冰机就是 你不管喜欢喝什么 你都可以丢下去炒 所以我就选了几个 我非常喜欢的饮料 然后再加上几样 我非常喜欢的水果 想要来制作 属于我自己的炒冰 然后我们先加下去 龙猪果 再加我很爱的 kiwi 诶 还没有切 用紧 挖一挖里面的 kiwi出来 我觉得我现在好残忍喔 很疗愈耶 一挡两眼 才发现你 站在你学校 果然卷不起来 呀 爸爸我们这样就一点吧 卷不卷不重要 对不对 逆砍砍 逆砍砍 这个是酸奶 然后还有龙猪果 跟kiwi 炒成的炒冰 我再试一试 太冰了 还有一点上脑 哇 很爽 嗯 很好吃喔 哇 我真是天才 这个搭配 哇 酸酸甜甜的感觉 你完全就好像在吃kiwi 它完全就是kiwi的味道 kiwi的甜度 kiwi的酸度 却是炒冰的口感 其实我相信它真的是可以形成 那种一卷一卷的炒冰的 只是压我的技术不到家 所以没有办法把它弄成 一卷一卷这样的态势炒冰 不过我们不能够放弃 我准备的材料有 这些 这些首先第一个步骤 我们先把一小块的香蕉放下去 然后再来巧克力 巧克力也是一点点半条 一小口的乳酪 加一点这个也是 巧克力的乳酪 然后阿姆西 应该OK吧 OK 来 做这个东西要很认真 因为你会感觉好像在跟时间赛跑 这样 不要觉得Colihon的频道 每次只有在那边玩玩玩玩玩玩 我也是有认真的时候的好吗 这个我 Hero 拿cía 买了 酸 好酸 刷 it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机会成功耶 很像样有没有 我真的发现我最近 越来越帅 又会做菜 又会做炒冰 帅呆了 好香哦 chew cup香耶 哦好像不行耶 这个是什么啊 其实它是可以吃了的 只是我很纠结 想要把它做成真正太式炒冰 那种卷起来的样子 好啦好啦不等了啦 上菜啦上菜啦 结果还是没有办法把它卷起来 算了卖相不重要 不要再纠结卷不卷起来的 所以说泰式炒冰 一定是卷起来的 泰式炒冰也可以像这样 这个就是我刚刚做的 banana strawberry yogurt炒冰 有一点融了 很好吃 你要试吗 真的很好吃 还有一点嫌弃的样子 好好吃哦 真的真心很好吃 配一点这个奶油的话 味道会如何 完了 ok好那么吃完了好吃的 其实老实说我一直来都很好奇 如果把辣酱弄成冰淇淋的话 那它到底还会不会辣 就是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吃韩国辣面 我们都会用冰块来解辣嘛 对不对 这如果韩国辣面的酱料变成冰淇淋的话 变成炒冰的话 它究竟还会不会辣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 没错 辣酱弄又回来了 所以 这是韩国辣面的辣酱 我们现在就来试看 用韩国辣面的辣酱做成炒冰 看它到底还会不会辣 有点紧张 要休息 感情啊 见证奇迹的一刻来了 倒一点点就够 OK啦 Oh my god 我现在很好奇一件事情 我这个韩国辣酱这样倒下去 这样我这个炒冰淇淋以后 还能不能用啊 这炒冰淇淋会不会因为这个韩国辣酱 然后就这样爆销啊 我觉得它会就这样爆销掉 以后不管丢什么东西下去炒 都是辣的 Oh my god Oh my god 好恶心哦 老耶 我就这样为了这个实验 白白这犀牲来我的炒冰淇淋 我跟你讲哦 这个我不敢吃太大口啦 所以我来try一小口它的冰就好好不好 真的要咩 要咩 真的要啊 要啊 哇 哦 很恶心啊 很恶心那个味道 哇很恶心 实验证明哦 就算你把辣酱来去冰层炒冰 冰层冰淇淋都好 它还是辣的 对哦 刚刚都有提到的天猫找我打广告嘛 所以 你们懂的 对这台机器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到天猫去买 影片下班会有这个产品的链接 从下面的链接点进去的话 可以享有优惠折扣哦 马来西亚的朋友还能趁现在 限量领取买满人民币666 就减88块的红包 还有满人民币88就减18块的红包 马云可以说我做他的小弟 好 影片结束了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在影片下方点个赞 可以分享 想要跟人说我的话 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很运行 分享下面服务我 再请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不要忘记点击 订阅你旁边的这个小铃铛 这样我每次更新你们才不会错过 但是还没有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也不要忘记点击下面或者这里 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那么 公子们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撤巧